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句话特别扎心 同样是90后 有人已经资产几十万 有人却负债几十万 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啊 这些差距是怎么来的 不过就是靠一块一块攒出来的 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够坚持存钱的人 处在一个消费无限便捷的时代里 到处都在引诱我们买买买 我们的欲望被无限地放大 我们的购买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一个能够抵御诱惑 坚持存钱的人 比起每天运动早睡早起的人来说 这才是真正的自律 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 很多年前 在一期《坑枪三人行》中 窦文涛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他对金钱的态度很任性 只要他认为有损自己形象的广告 都不会去接 也没有想着要赚多少钱 甚至他会把那些钱称之为丢人的钱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窦文涛的想法彻底改变了 那时母亲因为中风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每天的花费都如流水一般 几千块钱一下子就没了 为了能让母亲的病好起来 他开始想着怎么能多赚一点钱 甚至开始愿意拉下脸 去赚那点丢人的钱 接广告 客传电影 做选秀节目的导师 甚至还在婚礼上做主持人 能多存点款 就是多几天母亲的命 大方承认钱的重要性 一点都不丢脸 活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是不需要钱的 成年人的底气 很多都是钱给的 我们可以嫌金钱同臭味 可是对一个担负重任的成年人来说 只有足够的储蓄才能帮助他 让整个家庭稳固幸福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因为母亲突发白血病 需要手术费八十元 作为家中的长子 看着虚弱的母亲 苍老的父亲 年幼的弟弟 王浩实在是凑不出 妈妈的救命钱 最终 趁父亲去医院的空隙 王浩跳楼自杀身亡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这话 一点都不夸张 只有在缺钱的时候 一个人才能自己深刻感受到 什么叫孤立无援 一边是被逼到绝路上的无奈 另一边是无人帮助的悲凉 在纪实报道贫穷的女人艺术中 有这样一个特别扎心的故事 有美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丈夫是公司高管 自己是家庭主妇 还有四个乖巧可爱的孩子 但谁能想到 因为丈夫突然的离世 原本衣食无忧的家庭 一夜之间反批 顶梁住到了 四个孩子年龄还小 到处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 迫于无奈 有美只能出去工作 但做了十多年的家庭主妇 她能做什么工作呢 既没有劳动所必须的信息和技术 也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只是重新适应 就需要消耗很长的时间 最后 由美只做一名电话接线员 工作很辛苦 但赚得又很少 没有太多的急需 没有稳定的收入 年近五十的她 只能逼迫自己 为了一点点工资四处奔波 一场重大打击 家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像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周围都有很多 收入多的时候 不赶紧多攒着 结果有一天 收入开始严重下跌 收入不多的时候 还不停买买买 结果账单上的数字 越积越多 越越赚钱 越越光 没有给未来一点 出差错的机会 结果一出差错 就立马被席卷一空 这让我想起了一段话 富人最大的优势 就是生活容错率高 不管做错了什么 都能够及时地弥补 不像普通的生活容错率太低 稍有差错 下个月的房租房贷 就不知道从哪里出 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 我们能做的就是 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生活容错率 只有这样 才不会因为 任何的风吹草动 任何一次不完美的出现 就让自己 轻人易举地陷入崩溃 无措之中 未来的风险不可预测 也许发生的概率 只有百分之一 但一旦发生 摧毁力就会是百分之百 如果抵御能力够强 也许能躲过一截 要不然 就会变成了 龙卷风刮过之后的 一片狼藉 身边很多人 都不屑于存钱 甚至还会超前消费 每次都调侃 自己的存款是负数 之所以会这样 使他们觉得 未来自己会越来越有钱 以后肯定会更有钱 怕什么 身处这样的环境下 大家买的心爱理得 见得光明正大 这就像是泡在温水中的青蛙 当水温一点点上升的时候 他们不但没有逃离 反而还享受着温水中的快感 自以为很安逸 实际危急重重 最后只能是在快乐中被煮熟 曾经在知乎专栏 东营杂技上 看到一个真实故事 日本人 李源桑 名牌大学毕业 毕业后 进入日本数一数二的 电器制造企业 随着功力增长 缓步上升 以为这辈子都可以吃香喝辣 结果泡沫经济破灭 被公司飞流到子公司 然后子公司又倒闭了 年龄又大了 高端工作找不到 低端工作 别嫌他学历太高又不要他 最后失业保险 成了他最大的经济来源 更可怕的是 他还因超前消费 欠着一屁股债 没办法 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从黑的白的金融公司 又欠下了一千二百万的债 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催债 最后只能卖掉房子还债 借住在妹妹妹附近 终于有一天 他说我出去一下后 再也没有回来 他成了东京明治公园一带的流浪汉 露宿街头 靠简石旧杂志书刊尾声 而且再也没有跟家人联系过 当你对未来乐观过头 使劲地透支未来 丧失对抗财务风险的能力 那么当那个残酷的未来 真正来临之时 你将永远被拍死在深渊里 不得翻身 前车之鉴就在那里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我不得不说 不懂存钱的人 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 曾看过这样一个调查新闻 一个研究人员 卧底贫密窟 想要探索一下 穷人为什么那么穷 在跟穷人打了多年交道后 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很多穷人都对钱 没有任何规划系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贫密窟的人 都可以去领政府的救济金 虽然钱不多 但如果合理规划使用的话 一个月的吃喝不成问题 但拿到救济金后 这些前几日 还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穷人 竟然变得格外大方起来 有一个老爷爷 直接去超市买了一只大龙虾 就吃了一顿 就把救济金的一大半都花掉了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再继续再忍尽挨饿中 等着下个月的救济金的发放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个例 前段时间 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们 在他们的作品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中 就谈到了这种现象 他们只会关注当下 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 所以他们总是会把富裕的钱 用来浪费 买没有用的东西 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之类的 他们中几乎没有人会去想着积攒做投资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明明知道花费可以提高产量和收益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花费 所以就只能减产赚钱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 街头随机采访路人 问他们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有安全感 不少人回答 银行卡有存款的时候 市场经济时代 钱就是最好的安全感来源 没了钱 没了储蓄 你不敢生币 不敢请假 不敢辞职 如果上有老下有小 可能你还不敢死 活得累 活得战战兢兢 所以要想活得舒坦 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得存钱 曾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告诫 是说年轻人要趁早明白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也许你的同事跟你 都拿着八千元的月薪 但你不能看着同事买买买 自己也跟着肆无忌惮地买买买 因为 每个人身上背负的东西不一样 也许 他的女朋友 不需要他来卖房 他的父母 都有养老金 不需要他来赡养 而你的女朋友 不仅要车房 还要一笔 不菲的财力钱 你的父母 再过几年就丧失了劳动力 只能靠你养活 一个人最怕的不是负担大 而是认不清自己 盲目从重 最后却被负担压垮了 最后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越来越有钱 银行卡存款 越来越多 好了 文章分享完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彦坤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